原标题 赤上真实的敖拜 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 其实我们都错了历史发展到今天 受到很多影视作品的影响 很多本该流芳千古的人物却被刻意抹黑 成了人们心中识恶不赦之人 而敖拜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如今看到的很多有关敖拜的作品中 都把它描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奸臣 但是其实历史上真实的敖拜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今天不妨来了解一下 真实的敖拜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 首先敖拜是一个非常英勇的人物 这一点在各种描绘他的作品中 其实都有提及 而敖拜之所以能走上高位 其实全都是靠着自己打出来的 当年皮岛战役中 如果不是敖拜貌似冲上皮岛 以明军强大的火力 清朝的部队根本不可能拿下皮岛 后来在松锦大战中 又是敖拜连战连结立下了赫赫的战功 他在战斗中总是冲着最前面的那一个 就是他这种身先士族的精神 以及英勇的作风才使 得敖拜总打胜仗 从而获得了王太极极高的信任 其次敖拜这个人还是非常有能力的 按理说你 敖拜在四个顾命大臣中是排在最后一位的 但是由于索尼年龄偏大 已经开始无力处理政务 而苏克萨他又是投降过来的 有叛徒的嫌疑 他自然是没什么话语传的 而俄碧龙又是一位好好先生 说话也没有什么分量 所以在四人之中 反倒是敖拜在处理政务 敖拜在主持政务的这个期间 整个清朝都没发生过什么大事 更是没有出过什么乱子 所以从这点上就不难看出 敖拜还是十分有能力的 其三敖拜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而并非是很多影视作品中描绘的那么不堪 历史上对敖拜的评价 主要还是集中在他专权 最典型的就是幻帝的事情 不过关于幻帝仪式 人格来说 敖拜也并没有什么过错 他要求两白蟹和两黄蟹幻帝 其实是为了让两白蟹把当年 多占的土地给吐出来罢了 说白了 秦锦师在维护自己的利益 同时还体现出他打抱不平 非常正直的一面 不过虽说敖拜本身有很多优点 但是也并不是说敖拜就是一个好人 是不过没有影视作品中描写的那么不堪罢了 正所谓性格决定了命运 敖拜失败也是失败在他的性格之上 他太直率太倔强了 因此就会认不清形势 当康熙逐渐成年之后 他并没有及时的把权力还给康熙 最后才走上了悲惨的结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